聽到人家說有聲音 有人在講話 有人影 我自己本身很強硬的人 所以對那個東西我一直都不怕 你很強硬 你很強硬 對男人 強硬 但是有的時候會敲桌子 不是啦 不是這個東西強硬啦 不是 什麼敲桌子 就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很不怕那個東西的人 然後也從來都沒有遇過 然後在戲裡面的角色其實我也是聽不怕聽不怕的 所以沒有什麼態度 所以你是沒有看到有沒有聽到一個人沒有 我覺得沒有 那如果你有 我也沒有 只是聽工作人員 因為我們那時候射結界是設在 二樓 一樓跟二樓 一樓跟二樓 然後三樓是沒有射結界的 因為老師不知道我們要去拍三樓 所以三樓其實有工作人員有感覺到一些 最後面徐厚軒跟他兒子 他兒子跟他說我要跟媽媽有點在一起 哇 整個大崩盤 然後徐厚軒一直在旁邊這樣 對他中間還問我說你覺得可怕嗎 我說因為我本身沒有很怕我 我覺得還OK啦還OK還OK 然後最後我就一直在那邊 我一直撐住說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 然後後來 哪一包也是擦 那徐厚軒有哭嗎 他好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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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不 他坐我旁邊那個氣場太強了 我就不敢太直視他 對啊 只是他一直跟我說你為什麼不留電話給我 下次再留下次再留 我再買個伏筆給他好了 哈哈哈哈 今天那麼快就給他了 哈哈哈哈 女神嘛對不對 對啊 我也有矜持啊不能這樣 那你有美琳的電話 什麼東西 美琳的電話 美琳 他有啊 有啊 為什麼沒有 我有他的微信啊 所以喜歡他拍白癡啊 對對對 因為只對他一場戲沒有機會留電話 我入鏡的時候我眼神有跟女神對到 我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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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面了 最後面那一邊 沒有是面對面 是面對面 很計較耶齁